库里本赛季薪金3468万美元,实际到手是多少?苏群老师给出了答案球迷都知道,本赛季NBA薪金最多的球员是库里,达到了3468、2550美金,但是库里本赛季拿到手的工资有多少呢? 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老师此前在他的微博上揭开了谜底,从苏群老师晒的这张图看,库里总金金是3468、2550美金,但是下面有一部分拿不到,第一列是联盟托管金,退役后会拿到这笔钱,达到了3468255美元,除了这个费用,库里要缴纳工资33.61%的联邦税,达到了1165。 另外,库里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,是收取州税的,这一项又是410万美元的支出,除了这些税之外,经纪人的费用也高达95万美元,当然了,库里也是缴纳美国的养劳保险,也就是美国401K计划,这笔费用只有1.8万美金,除了支出之外还有一些收入,这些收入加起来不到100万美金,所以,总体算上, 下来,本赛季库里到手的工资,只有15263905美元,只有总薪金的44%,苏群老师在微博上晒库里工资单时说,库里的工资单,到手价比我想象的还要少, 我以为可以拿到55%,其实只有44%,通过库里本赛季的工资单可以看出,虽然说NBA球员薪金很高,但是往往到手的不会太多,当然了,主要还是缴纳的联邦税太多,另外还有,州税,这两项占工资的大头, 不过,有的球队所在的州只缴纳联邦税,不缴纳州税,比如德克萨斯州,如果球迷还记得,当年霍华德从胡人跳到火箭的时候,虽然说总薪金不多,但是由于德州不缴纳州税,最后算下来损失并不多, 另外要说的是,苏群老师曝光的库里工资单,只是其场上打球时的收入,对于库里这样的球星来说,除了固定工资之外,还有一些场外代言,以库里的身价,他的代言费用也不会太低,值得一提的是,随着薪金逐年提高,库里下赛季薪金将达到3746万美元,依然是联盟薪金最高的球员, 不知道球迷看了库里工资单之后,有什么想要说的呢?是否出乎了你的意料?